娱乐地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地眼 郑爽呢因代孕仪式被曝光 震惊了所有吃瓜大众 近日呢 郑爽再次回应了代孕仪式 郑爽的首剧称他是没有团队的郑爽 不逃避 他说过的话 同第一次回应一样 郑爽的全篇文章没有提到孩子 而是呢 他将弃养孩子的矛头指指张衡 称英张衡出轨 他该怎么办 他很伤心想结束一切 才有张衡父母跟他父母道歉的电话录音 郑爽呢 称电话录音的完整版呢 有六个小时 他爸妈呢 只希望他不要哭 赶快睡一觉 郑爽呢 再次回应了网友们并不买账 过去历生他耿直性格的粉丝 现在都几乎一边倒指责他 郑爽的行为呢 已经触到人性道德底线 就算张衡出轨 两人的感情没有了 但孩子当时呢 已经怀了七个月 已经成型的孩子 无法打掉 就要欺账让别人领养 还说父母录音中说的话呢 是为了让他好好睡一觉 听起来呢 太过狡辩 尤其呢 郑爽在文中说的 谁家女儿 谁心疼 觉得郑爽呢 太过自私 因为此时的郑爽 已经呢 不只是作为女儿的身份 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现在也有女儿 欺养自己的女儿 她不心疼吗 有网友呢 总结的非常到位 称郑爽的意思呢 就是她被男方骗财骗色 她很伤心 爸妈为了让她睡一觉 希望把孩子 希望把孩子梳理掉 好和男方摆脱关系 一切都是她太单纯 随后呢 还有网友呢 指出文中完全是英语的写法 结合文中表达的语句 像是国外律师所写 然后呢 中文直接翻译过来 昨日呢 张衡爆料郑爽欺养孩子后 一次呢 郑爽小号发文等着 想必呢 现在郑爽的团队开始回击了 今日呢 一次郑爽小号再次发文 大不了鱼死网破 事情闹到现在呢 郑爽依旧没有考虑过孩子 没有说一句会对孩子负责的话 一心呢 想着和张衡开思 并且呢 做好鱼死网破的决心 因为带运气养这件事呢 郑爽的微博人数 竟然呢 还上升了 但是呢 真正的粉丝已经走远 昨日 郑爽的粉丝后援会会长呢 宣布脱粉 并发文说 追星追的好刺激 他房都跟别人不一样 如今呢 剩下的大多是吃瓜看客 因为这个瓜呢 实在是太大了 有的人声明呢 是来排队开骂 不关注呢 就没法骂人 张衡呢 同样备受舆论指责 虽然他现在在美国照顾孩子 但是呢 从郑爽首次回应中看到 张衡呢 以曝光隐私来要挟郑爽 而且呢 张衡的父母和郑爽的父母 谈话时的录音 都是为了以后扳倒郑爽 做准备 19号上午 郑爽呢 诉张衡民间借贷 2000万的纠纷案 二审开庭 在第一审中呢 张衡败诉 二审呢 是张衡提起的上诉 而张衡呢 在纠纷案二审的前一天 就曝光了郑爽 代孕又气痒的猛料 1991年 郑爽呢 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呢 都是普通的职员 在郑爽的妈妈眼里 女儿呢 一定要成为端庄贤惠的淑女 要往气质民远方面发展 为此呢 郑爽的妈妈辞了职 一心一意的陪伴女儿的成长 但爽妈的教育方式 不是开放 而是控制 她严格实行军事化 管理与打小呢 她就让郑爽呢 学习多门才艺 游跳舞 长笛 钢琴等 郑爽每一天都是高密度行程 几乎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 母亲对郑爽的要求 极高艺术要学好 文化也不能落下 考试低于90分 会被骂或者打手心 郑爽的妈妈 曾在节目中的公开表示 培养她就是实现我的梦想 我从小就想当明星 没机会 剧传呢 郑爽之所以叫郑爽 也是因为她爸爸呢 喜欢一个老牌明星 郑爽 可以说呢 郑爽的人生轨迹呢 打小呢 就只顾在了父母的自私寄托里 12岁那年呢 郑爽呢 去外地艺术学院学跳舞 被人嘲笑为东北小乡班老 还因为太瘦呢 而遭到了同学的排挤 为了合群呢 她经常要可刻意讨好别人 还要假装呢 自己很爱吃米饭 那她的负面情绪要跟谁倾诉呢 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最后呢 她选择说给自己听 写日记 郑爽的日记呢 跟同龄人不太一样 没有小女孩的情动心思 全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买袜子 花几块钱 食堂的饭菜怎么样 今天过得开不开心 日子呢 越平淡 普通 越显孤独 念家的情绪呢 很明显 却又不知如何表达 郑爽的爸爸呢 看完这本日记本 问郑爽呢 是否到如今呢 还责怪父母 送他去外地求学 郑爽呢 思考几秒 回答了一个 嗯 责怪 足以可见呢 这份经历对郑爽的 心理创伤的程度之深 当然呢 现在把郑爽 在原生家庭受到的痛苦 不是为他犯下的错 找同情理由 而是呢 想告诉大家 郑爽呢 性格敏感压抑的种子 在当时呢 就埋下了 2009年 郑爽呢 因乐观又率性的 楚雨荀 一绝 一炮而红 自从戏约不断 成为当之无愧的 顶流小花 但即便早前 被那么多人追捧 郑爽骨子里呢 依旧是自卑的底色 和张翰呢 因戏生情 结果呢 怕自己不够漂亮 去整容 觉得自己演技不好 害怕粉丝 对自己失望 为了被观众喜爱呢 让自己不健康的报受 与此同时 他又我行我素 无所顾忌 成为大众眼里的精神患者 在大街上呢 打扮 邋遢随意抽烟 对胡彦斌死缠烂打 开小号呢 用不堪入目的言辞 辱骂粉丝 发布会上呢 抽自己的耳光 对郑爽的双面人格呢 网上很多人猜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 其实呢 没有真假之分 郑爽的种种怪异行为 全部都是他自然的反应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从小呢 被强势父母带大的孩子 因为人格和天性 从未得到过舒展 最容易呢 变成走偏 成为他人眼中的怪物 所有不靠谱的言行 似乎呢 都在下意识地 反抗着一股力量 压抑越深的爆发越猛 最惨的是 长大后的郑爽呢 也没有能摆脱父母的控制 据传郑爽出道赚的钱呢 一直都被父母掌管 某段时间呢 疯狂上综艺呢 也是为了帮爽爸还债 郑爽的爸爸呢 也一直在捆绑女儿 利用郑爽的一人身份 把自己呢 带入娱乐圈 强行的站在聚光灯下 满足自己想红的愿望 郑爽呢 曾公开表示 父亲的表达欲呢 比自己旺盛太多 而且呢 很享受在娱乐圈的工作 郑爽的爸爸呢 还要郑爽呢 脱离了正规公司管理 成立个人工作室 管理人员呢 是他和一众亲戚 不夸张的说 郑爽一个人养活 大半个郑家人吧 再到后来呢 郑爽的彻底放飞自我了 决心的弥补 自己童年时期的遗憾 拒绝讨好 活出自我 再说直白点呢 不再考虑他人的感受 只要自己爽到位 伤到谁都不在乎 在这种病态的思想下呢 一场又一场的 爽言爽语 戏剧开始上映 热松呢 变成了他的玩具 以至于呢 其他明星艺人们提到 郑爽呢 都是一副深不可测的表情 听闻要和对方一起上节目 个个都表示胆战心惊 害怕出状况 毫无疑问呢 郑爽的心里 或多或少 出了问题 无法正确地处理个人的情绪 有一点自毁倾向 同时呢 也在折磨他折 按道理呢 郑爽的爸妈 作为他的家人 应该呢 是最早能感知 他情绪状态 不在正轨上的人 但他们似乎没有 做出任何任相指导 比如在某综艺里 郑爽呢 因为减肥 整天不吃饭 爽爸呢 也从未尝试改变 女儿节食过度的问题 郑爽呢 痛哭着说出名句 我变成大胖子 就没有粉丝爱我时 爽爸呢 也是沉默地 站在一旁 没有进行任何的安慰 似乎呢 默认了这种说法 郑爽呢 罕见敞开心扉说 我本来就不适合 这个圈子时 郑爽的爸爸 只是简单一句 怎么上升到这个程度了 试图呢 让他自动放弃这个想法 从此之中呢 郑爽父母呢 只想保有女儿赚钱的能力 从来没有过 问他的喜好 感受意愿 在郑爽呢 因病态情绪啊 做出了一些负面极端之事时 郑爽的父母呢 也没有及时让他挺功 进行精神调整 反而呢 是以各种的借口去演示 比如真性情年龄小 再比如这次 代孕弃养的事件被爆出 郑爽的妈妈在两家谈判时 理所当然的说出那句 她还是个孩子 没有长大 练拳头硬了 郑爽呢 今年到底是九岁 还是二十九岁 她到底是一时失智 还是真心坏 以上问题的答案呢 没有比郑爽的父母 更心知肚明的人 但他们依旧可以填补支持 找各种理由 为郑爽开脱 是因为甚至女儿呢 是家庭中最吸睛的成员 郑爽一家呢 都将名利视为了最高目标 所有人的行动 都有极强捞机目的 为什么郑爽被骂那么多次 也不知道收敛性格 无非呢 是尝到了爽言爽语的甜头 上一次热搜呢 片酬就涨一次 当一个家庭将追民主力 作为家风 谁能为家里带来最多资产 谁的话语权呢 就最大 父母呢 已经失去了权威性 所以呢 无论郑爽做什么风势 他们呢 只会在不损伤家庭利益的情况下 大力粉饰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